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448集 吴济王说的没错 想让我巨力王臣服 做梦 巨力王以为吴济王说的是热血沸腾 身上也爆出恐怖的战意 他提起锯锤猛地冲向前 就在他经过吴济王身边时 轰的一声 原本准备杀向鬼老的吴济王 竟然猛地转身 闪电般一掌拍砸心口的声 巨力王是怎么也没料到 吴济王竟然对自己出手 等他发现时 已经来不及了 轰的一声 庞大的身躯瞬间被震飞了 他身上一炮尽碎 如此近距离攻击之下 内甲上都出现了一个深深的手印 一张嘴 巨力王喷出了一口漆黑的血 河济王 你 巨力王跪在地上 难以置信地看着吴济王 他口中不断喷出 道道的内脏碎片和鲜血 吴济王等人也是惊怒地暴退 彼此间瞬间拉开了巨力 血手王等人惊骇的目光下 吴济王身形一望 瞬间来到血魔教鬼老面前 他表情虔诚 单膝跪地 恭敬道 大勇王朝横无忌 愿臣服于血魔教 横无忌 吴济王等人愤怒开口 一个个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嘿 诸位啊 所谓食食物产为俊杰 既然鬼老大人愿意接纳我等 我等何不跟随鬼老大人 征战天下呢 啊 横无忌宁笑道 啊 你 巨力王愤怒地嘶吼一声 而后庞大的身躯 咚的一声跌倒下来 再也没了伤心 被横无忌偷袭至死了 嗯 你不错啊 有我血魔教的风帆 鬼老看了眼横无忌 点了点头 似乎对横无忌的臣服 十分的满意 刚准备再开口 却听轰的一声 秦晨和魔力的交手 却已经分出上腹了 魔力的内甲上 到处都是剑痕 整个人显得极为狼狈 嘴角一写 狼狈不堪啊 反观秦晨呢 身上是安然无恙 几乎没受什么伤 身形一动 帅度朝着魔力下来 怎么会呢 鬼老等人难以置信地 看着面前的场景 少主竟然败给那小子了 不仅仅是他 月冷禅三人也惊骇地看着 狼狈不堪的魔力 目露震惊 轰的一声 面对秦晨进攻 魔力身形击退 整个人凶脑万分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 还把给我杀了他 哦 是 原本看戏的月冷禅几人疯狂地进攻 一道道流光如同雨点一般落在秦晨身上 放过秦晨的轰鸣 把秦晨轰得是连连后退啊 秦晨脸色难看 月冷禅他们攻击 虽然无法真正伤了他 但架不住数量多呀 每次攻击落下 他都得消耗大量真理 催动一摩开甲 阻拦月冷禅他们的攻势 这般下来最多不超过一个时辰 他会因为真理消耗殆尽 发挥不出一摩铠甲真正实力 导致真正的受伤 一群废物 就在秦晨着急时 鬼老看见月冷禅 三人迟迟拿不下秦晨 脸色猛地沉下来 你们几个 去对付这几个家伙 这小子 交给我 一声冷哼 鬼老挥动权杖 一道浓郁的雾气 顺势如风暴一般席卷开来 瞬间把秦晨包裹其中 一股恐怖的腐蚀之力传来 秦晨体表的护体真理 瞬间被腐蚀了 那黑色雾气 缠绕他身上的一摩铠甲 一摩铠甲上 顿时亮起密密麻麻的符文 疯狂消耗他体内真理 不好 黑色雾气太可怕了 秦晨此时这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叶英王在黑色雾气之下 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实在是这黑色雾气太可怕了呀 腐蚀之力 别说叶英王这种七阶初期巅峰的武王了 即便七阶中期武王恐怕也是难以抵挡 瞬间就得中伤了 如此恐怖攻击 几乎也接近他一摩铠甲防御极限了 虽然暂时还能挡 但架不住真理消耗啊 秦晨有这么一种感觉 他最多再能挡半个时辰 一摩铠甲会因为真理消耗殆尽 而后被破开 这边秦晨吃惊于鬼老 黑武攻击的可怕 另一边呢 鬼老看见秦晨挡住他黑武攻击 震惊的两颗眼珠子 好像鸡蛋一样吐了出来 嘴巴张得老大 眼神中也满是难以置信 这小子竟然能挡住 鬼老很清楚自己魔器攻击有多可怕 别说秦晨一小小半部武王了 就算一名七阶中期武王 那也挡不了啊 可如今被一半部武王挡住了 且不说他能挡多久吧 光这一手足以让他震惊了 难道说 少主人都不是此人的对手 这等实力确实可怕呀 莫名的 鬼老心里生起了爱才之心 他红声道 小子 难怪你能跟七道王朝武王们平起平坐 可想你凭这般贴富 留在百朝之地有些浪费呀 老夫呢 也舍不得斩杀 不如 老夫给你个机会 入我血魔教如何 此人竟然直接招揽起来 而且相比于血手王他们的臣服 鬼老用的却是加入 显然大于不同啊 听到这话 血手王他们个个无比的郁闷 对他们用臣服 对秦晨用加入 难道在这血魔教眼里 秦晨地位比他们七大王朝初期巅峰武王还强啊 但郁闷归郁闷吧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秦晨实力确实比他们想的还可怕 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了 毕竟 换成是他们恐怕无法抵挡鬼老这么长时间的攻击 哼 想让我加入血魔教 黑色魔器之中 秦晨明显感觉到周身魔器弱了点 不由得冷笑他 怎么样 鬼老傲然呢 以你的天赋 加入我血魔教绝不是普通弟子 你只要新成 必定能得到我血魔教大量资源的栽培 到那时候别说跨入武王了 就算突破七戒后期也不是难事啊 甚至得到我血魔教栽培 你将来突破拔戒武皇也不是没可能啊 拔戒武皇 秦晨冷笑起来 你当我秦晨白痴啊 血魔教自身也没几个武皇 还说能让他突破武皇 不是吹牛 是什么呀 若血魔教真这么牛逼 这些年还需要隐藏于暗处 连百朝之地都不敢吞并吗 更何况 自己突破武皇 还需要什么血魔教培养吗 起料 鬼老没因为秦晨的话生气 只是傲然的说道 我血魔教底蕴 可下或许不知道吧 那个正常 这些年我们血魔教韬光养晦 所图甚大 自然不会展现在人前的 不过 只要阁下加入我血魔教之后 自然会失效我血魔教的可怕 那就多谢了 想让我加入血魔教也不是没可能 秦晨一边暗中感悟空间意境 一边开口道 既然对方没着急想把他杀了 秦晨也不介意多拖一些时间 以他现在的空间的感悟 只要多领悟一点 说不定马上能跨入七阶五王境界 也就唯有这办法能让他脱离如今的困境 哦 你想要什么条件呢 鬼佬眯着眼睛 说道 只要你血魔教教主推为让贤 让本少担任你血魔教的教主 本少或许可以考虑考虑 你找死 鬼佬一声怒吓 显然 他也知道秦晨是耍的 骷髅拳杖上散发出黑色雾气 陡然间变得更加浓郁了 呼 刹那间 大量黑色魔气瞬间把秦晨彻底包裹了 空间一净 秦晨瞬间施展空间一净 黑色魔气和秦晨身体之间 陡然间仿佛隔了一层虚无的薄膜 瞬间被隔离开来 但很快 魔气再度涌上 填补了这层虚无的空间 不对啊 还不对 秦晨一边疯狂抵挡黑色魔气的寝室 一边不断根据自己对空间异性的领悟 隔离黑色魔气的入寝 鬼佬 还犹豫什么 还不把此人杀了 剁主大人要的东西还在此人身上呢 魔力看见鬼佬半天拿不下秦晨 一边再度尝试炼花谷底 一边愤怒到 数次被秦晨击败 他内心对秦晨恨意滔天呢 巴不得早把秦晨碎尸万段 这小子太古怪了 鬼佬是郁闷至极啊 不是他不想把秦晨杀了 而是他黑色魔气包裹住秦晨后 秦晨体表仿佛有一层薄膜 他的力量根本使不上劲 恶鬼吞噬 鬼佬愤怒之下催动体内血脉 瞬时间黑色魔气中浮现出一个个猙獰的面孔 这些面孔浮现出来呈现出扭曲痛苦的神色 痛苦的哀嚎和思鸣症 那威力啊 眨眼间提升了一倍不值 不好 秦晨马上感觉到一摩铠甲发出呲呲的声音 显然抵挡不住了 毕竟一摩铠甲不是一套啊 它只有一件胸甲 而自己催动的只有真理 而并非真缘 这也有巨大的差别 清廉妖火 危机之中 秦晨瞬间施展出清廉妖火 一团青色的火焰莲花 瞬时间出现于秦晨周身 恐怖的火焰气息弥漫看来 瞬间把黑色魔气逼退了 同时呢 魔气中猙獰的人脸 各个发出凄惨的惨叫 犹如魔鹰灌蚊 这 火焰中 秦晨整个人彻底呆滞了 突兀出现的火焰仿佛一道闪电 与他脑海中掠过 空间异境 我明白了 这就是空间异境 这一刻 秦晨整个人自然而然悬浮起来 他的一头长发瞬间飘浮而起 整个人仿佛陷入一种莫名的状态 同时 一股可怕的大道之力在他周身迎上 把他整个人彻底包裹了 在领悟空间异境之后 秦晨被卡在平静的修尾 终于咬了突破 轰的一声 原本停滞在半步舞王巅峰的气海 猛地扩张 不断地膨胀着 扩张到一个极限之后 又骤人收缩 同时身体中真力仿佛得到某种刺激 开始了蜕变 一股股可怕的力量降临于秦晨身体 大厅中 无数浓郁的真气疯狂涌向秦晨的体内 将其衬托得如同魔神一般